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5回 站在韩丽身旁的血袍人,望着韩丽手中的金色电弧,目中闪过了一丝异色,但一闪即逝就不见了 一个半月后,韩丽身形再次出现在了木精洞的镜室当中 他盘坐在一块铺团上,双手把玩着手中的一个白色玉牌,一脸的沉吟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他几乎日夜待在血验宫下方的巨大的傀儡旁 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帮助地学老怪完成了炼制之事 而时间一到,木精也真一天不差的来到了血验宫,将他领了回去 说起来,虽然说这段时间,日夜动用辟邪神雷灌注扶镇,让他是大号心神 但是,韩丽啊,倒也感到没有吃什么亏 别的不说,单是那套灵式炼制之法 和后来听地学老怪讲述的浮诊之道,就让其受益不小 更何况呢,在临走的时候,地学老怪还赠送给他一批地渊特有的傀儡材料 一些珍惜的药材 虽然知道对方可能另有所图,也让他觉得满意了 不过,韩丽现在思量的却不是此事,而是手中这一块精确欲输的残缺页 这一页中,记载了几种威力极大的福禄 其中的太一化清福,他已经参悟而出,甚至身上就身怀几张的 另外三种,则分别是困敌用的九宫天前福,攻击性质的天歌福 以及引傀儡福,甲元福 其中威力最大的天歌福过于神庙 韩丽至今呢,摸不着一些头脑,只能一直放置在一边的 而九宫天前福和甲元福,经过这些年的精心的参悟 却原本就已经领悟的七七八八 剩下的几个关键之处,尚无法渗透而已 但先前经过地写老怪 这位傀儡和法阵之道上堪称宗师之人的一个多月的指点 再加上这几天 在静世中苦苦研究了灵世祭炼之术 终于让他在这几个问题上一点就破 豁然融会贯通 可以炼制这两种福禄了 这两种福禄所需的材料自然是珍惜异常 但是好在不是那种有价无事的东西 他在天元城的时候就收集了两种福禄的多份材料 如今呢倒可以直接尝试了 原本这种福禄炼制 还需呢再多多的体位一下 并做一些实践之后 才能动用那珍惜的材料正式炼制的 但是他在几名合体机妖王虎视眈眈之下 说什么也没有这等时间拖下去了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因为辟邪神雷的缘故 他暂时还是安全的 但是谁能知道 这些妖王会不会因为其他缘由突然改变了主意呢 杭力从修道以来 一切都是靠自己之力 飞升灵界 乃至有今天的修为 自然不会将一切生机都寄托他人之身上 尽快的炼制出两种俘虏出来 自然呢 也就多了几种保命的手段 杭力神色变化不定 好一会儿 这脸色才重新的恢复了平静 他缓缓的闭上了双目 将神念渗入到玉牌当中 将两种俘虏秘书从头至尾的再细看了一遍 过了一会儿之后 确定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他才重新的睁开了眼睛 一只手腕默然的从空中一抖 灵光闪动之下 一团轻光飞射而出 在地空中滴溜溜转动不停 正是寒力的出雾拙 寒力一根手指飞快的冲刺我一点 扑斥一声过后 一股青霞席卷而来 树石剑平平怪怪 和一些木霞玉盒出现了一地 随手往其中一个白色的木盒上一撞 盒盖一翻转之下 一块银灿灿的东西飞射而出 寒力五指在一区 此物顿时一闪 在身前处停留了下来 正是一块仿佛绸缎般光滑的 精美的瘦皮 此皮不但荧光灿灿 表面的还有一个个大小均匀的 类似浮的天然花纹 看起来艳丽至极 这正是炼制飞影傀儡的最佳材料 一种叫做烽火兽的珍惜古兽的兽体 此种古兽不但精通烽火两种神通 实力呢 堪匹化神级别的存在 更是因为幸喜极寒和睡眠 长期呢 在阴暗潮湿的沼泽之地沉睡不起 只有在出外捕杀猎物进食时 才能有人偶尔发现其踪迹 用此受体炼制的影傀儡浮露 不但可以提高成功率 还可以让浮露呢价值之高 可想而知 寒历也是当初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从天然城的一家不小的材料店当中 用万年灵药换来几张 寒历一开始啊 打算炼制的就是甲园浮 这种浮和他的影傀儡浮露一般 一旦给寄了出去 就可以幻化出一个影傀儡出来 可以复制驱使者的部分神通和修为 虚体效力大小 那还要看浮露本身的炼制水平和驱使者的修为呢 不过一般的影傀儡浮露 不过复制驱使者两成到五成间的实力和极少的神通 传闻中可以复制完全实力的完美影傀儡浮露 据说只有仁族的天灵镜才有 但谁也没有见过 当然了 这些影傀儡的复制不是无限制的 只对呢 炼虚出街和以下 并且只是一次性消耗 一旦消耗尽 影傀儡同样会消失不见 而寒历这枚甲云浮 完全出自精确欲输的外业 微能自然不是那些影傀儡可比的 甲云浮是炼制者的水平 影傀儡不但可以轻易的辅助驱使者七八成以上的实力和大半的神通 并且对合体出击和以下的修饰都可以复制 这么一来 甲云浮珍贵可见了 当然也正因为这样 这种浮露啊 无论消耗的材料 以及炼制手法上 也远非普通影傀儡浮露可比的 行里凝望着眼前的兽皮 向心中杂念一收 一张口之下 扑着一声清响 一团银灿灿的火球喷了出来 正是已经通灵的士灵天火 银色火焰中 发出了一声鸟叫的清鸣 随即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只持许大的火鸟 双翅一盏 围着那张兽皮 盘旋不定了起来 韩丽剑斯呢 心中暗自一掐绝 顿时银色火鸟飞舞了几圈之后 一头扎进了兽皮上 撒一声过后 银色火焰熊熊的将兽皮呢 包裹进了其中 而身处火焰燃烧中的兽皮 并没有被烧毁 反而表面那些符纹般的花纹 在荧光中蠕动了起来 仿佛全都活过了一般 此情形显得是神秘一场啊 数日之后 竟是大门忽然打开 在里面闭关了六天的韩丽 走了出来 这虽然说面带疲倦之色 但是目中一丝笑意 却无法掩饰住 看来啊 这几天的俘虏炼制 是大有收获的 今天并不是穆青传授 驱雷之道的日子 韩丽走出来 只是呢 想放松一下 一直过于绷紧的神经 毕竟松弛有道 这才是身心真正恢复的良策 目睛洞的面积 并不比学院宫小多少 韩丽徐徐的走过 静世前的这一片花园 在洞中各处走动起来 半个时辰之后 韩丽出现在一扇天门前 望着门上闪动不停的脆芒 不禁低声沉吟了起来 目睛洞大部分的地方 他都曾经走过了数遍 但有数处被布下了禁制之地 却始终无法看究竟 特别是其中两处布下的禁制之言 让韩丽也望而生畏 大感好奇 这叫做翠银元 偏怨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 透过密密麻麻的禁制 透露出来的几丝精纯的目灵器 让他猜测呀 此地十有八九 这是一间药园 连牧青这等合体其妖王都重视的灵药 那会是何种的灵花灵果呢 韩丽思量之下 好奇之心大气 不过 一想当日 牧青看似轻描淡写的警告之言 韩丽心中苦笑了一下 终究呢 将此念头打掉了 这里禁制如此森严 牧青此女又怎么会不特别关注此地呢 别看现在四下空无一人 但自己说不定啊 早处在了监视之下 又如何能做什么小动作呢 韩丽暗自摇了摇头 双手一倍向踏出走去 他并没有在外边走动多久 一个时辰之后 就神色轻松地又返回到了自己的近视 接下来的大半年里边 韩丽仍旧重复一日又一日的枯燥生活 也不知他真的在雷电之道上天赋过人 还是这驱雷诀 并非向牧青等人讲授的那般艰难 这段时间里边 韩丽竟将此数掌握得十之八九 剩下的只是多加熟练的问题 牧青见此大为高兴 在两年时间堪堪到期的时候 向六族美妇等人再次发出了邀请 请他们在牧林点一句 三天之后 韩丽在牧林点又再次见到了这几名妖王 但是这一次 袁瑶和严利却没有到来 让存在其他一些心思的他 心中呢略微有些失望 地鞋老怪 仍是让人真假难辨的两名血袍人 连妹而来 什么 韩道友 已经掌握了辟邪神雷的壁雷之术 我说穆妹妹 你这不会是在虚言相欺吧 美副吃惊的说道 一脸的不幸之色 此刻的他独自坐在大殿的一侧 此事非常重大 小妹怎么会在这上面弄虚作假 说实话 韩道友能如此快地掌握驱雷术中最主要的寄雷术 跟小妹也着实是吃了一惊的 后来小妹才知道 原来呀 韩道友是用金雷术宝物做的本命法宝 如此的话 能如此快地操控辟邪神雷 倒也并非奇怪之事了 木青在黑光中跟跟一笑 哦 用金雷术做本命宝 韩道友 你的胆子可真高大的 难道不知如此做的话 极容易被神雷反噬吗 你能活到今天 还真是一件稀奇之事啊 美副一愣 一扭头 盯着韩力 纷然地说道 神雷反噬 在下似乎从未遭遇此事 敢问前辈其中的缘由 韩力一听这话 却真的愣住了 怎么 木妹妹没给韩道友提及此事吗 美副眉头一皱 从木青问道 我早已经探查过了 韩道友福泽深厚 虚实的辟邪神雷 稳定无比 并没有丝毫反噬的迹象 自然无需提及此事 木青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哼 这只是你说的而已 我等可没有亲眼看见啊 美副哼了一声 在打亮了韩力眼之后 冷冷地说道 木青轻轻一笑 正想开口再说一些什么的时候 一旁的六族却忽然开口 好了 其他废话少说 木先子将我们请来 不是只想动动嘴皮子说几句吧 韩道友是否真学会了祭雷术 虽然要让我们亲眼认可的呀 六族的话语波兰不经 丝毫感情不淡 但是无论木青 还是每副文听此言 都心中一灵 闭口不言了 而两名戏袍中的一位 此时笑着接口了 韩小友 既然你学会了辟邪神雷的避雷之术 那当场给我们计恋一下吧 啊 听到这二人先后如此说 韩力强压住因反噬之言带来的精疑 微弓声 几位前辈如此吩咐了 晚辈马上照办 只是祭雷之术威力不小 此处 韩力说着 目光呢朝大殿四周打亮了一下 嗯 韩道友说的也是啊 我这牧林殿 纵然说有些禁止 但是也没有办法承受辟邪神雷的真正威能 我看 我倒还是到殿外查看吧 木青点了点头 率先起身 朝殿门外走去 其余的几名妖王见此 互相看了一眼 也纷纷的跟了过去 韩力呢 自然也跟了出来 守在殿门外的地缘妖物守卫 见如此多的妖王出现 都露出了吃惊之色 但是 自然无人敢上前问什么的 剑客的功夫 几个人就在 木陵殿前的一片空地上停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 韩力的身上 在这么多高阶存在的注视之下 韩力心中苦笑一声 但是表面还是从容的身上 清光一闪 漠然腾空飞起 一直到二水渔丈低空处 他才悬浮不动起来 两手一掐绝 轰隆隆之声大作 无数纤细的金壶弹射之间 围绕身体盘旋不定 接着电壶渐渐的粗大 向四周狂战而去 电客的功夫 在惊人的雷光当中 一个巨大的圆形电网渐渐的形成 而与此同时呢 在韩力的催动之下 一个个闪着金光的诡异的符 从手中狂涌而出 纷纷的没入四周的电壶中 是不见了踪影 神秘的一幕出现了 四周粗大的电壶 在行将没入其中的一瞬间 忽然之间呢 全都仿佛泡沫般的 无声碎裂 化为了一个直径树杖的 金灿灿的光运 身处光运中的韩力 身形的模糊不清 但是口中晦涩难明的 咒语之声接连不绝 而金色光运转动之下 里面金色浮帆滚不定 并且隐隐的传出了嗡鸣之声 并且是越来越响 渐渐的刺耳肩鸣起来 突然之间一声霹雳 光运竟在金光大亮的刹那之间 一下子凭空消失不见了 韩力身形再次显露而出 一手掐绝一手五指向上 轻轻分开 再离手心持续高处 一枚仿佛纯金打造的拳头大的圆球 动也不动的悬浮在那里 此圆球毫不起眼 除了表面凹凸不平的符纹一样的花纹 光芒暗淡异常 丝毫灵压未有的样子 仿佛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器物而已 一见此金球 下方光看的妖王 目露各种奇光出来 而这个时候的行力 却满脸的凝重 虚空拖着金球的手掌 五指只是轻轻一样 扑扑一声 这金球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金光 朝高空击射而去 然后一个闪动消失不见 几乎同一时间 韩丽另一只手中 却呲啦一声响 在雷光闪动当中 一个硕大的金色的浮露 同样的射向了高处 不见了踪影 轰隆隆一声响 附近高空中 骤然之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一团金色骄阳 在乌云中若隐若现 随之一股仿佛 能毁天灭地的惊人的气息 从金阳中是冲天而起 在骄阳表面 巫术电光狂闪不定 雷鸣之声更是连绵不绝 低沉惊人 下方的美副血袍等人 那心都脸色一变 住手 停止你的地雷术 到此可以了 不用真释放出 辟邪神雷的真正威能 一人突然沉声喝止道 韩丽文言一愣 但是口中只能苦笑地说道 前辈叫晚辈 现在住手 可有些迟了 晚辈对此数的操纵 尚未熟练 现在可停不下来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946回